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六十是一个轮回的话 那么今天在新的起点和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这谋求一份高级管理职位 谢谢大家 你好 曹刚 你好 王姐 非常非常感谢您 感谢您和你的剧主的全体同仁 因为有了你们 我才能够有幸站在这 大姐 当你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我特别想说 谢谢领导关怀 对不起啊 没事 别那么客气 大姐来找工作 咱就都不客气 好不好 好 哪年去的加拿大 我是1996年去的加拿大 96年就去了 出国是为了孩子 孩子教育 这些年在国外您干嘛呢 这些年在国外就是前五年 在家带孩子 孩子是哪年出生的 92年 92年出生的 对 那您要的够晚的 我38岁结婚 34岁结婚 38岁要的孩子 后来以后因为 在带孩子的过程中 感觉到为了孩子的成长 比较顺畅 然后就带着我的孩子 离开了我的丈夫 我称之为 洛拉出走 就是 为了让他成长 你就带着他 离开了他爸 让他成长更好 对 因为 我们赵刚不是常说吗 孟武哲林 你说 孟武哲林 他哲第一个林是谁呀 那您就 对 然后我觉得 应该哲第一个林 应该是葬 您和年爱人分手了 是不是 对 离开了 是吧 孩子现在多大 孩子现在21岁了 对 上大学呢 上大学呢 然后 这些年 这些年 您都干嘛呢 然后再说 和孩子出来以后呢 我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 就觉得 哎呦 又回到了17岁 就是那种感觉 和178岁的孩子在一起 他们会双语 我什么都不会 和他们在一起 读书 学习 但是我的情况 比较特殊 就是说 看 不清楚 听不明白 说不出口 但是用了三连半时间 我完成了46门课 然后呢 就是 主要是通过这个学习 给孩子的发展 为了的话 找出一条路 好 这样 王姐 咱们呢 就说一说 这些年 咱在加拿大 有什么工作经历 因为您上来之后 工作经历 对 您上来之后 您说 您要高级管理港 对不对 对 您今天想要的 那个高级管理港 是管什么呀 财务 你的市场 不 不不不 您 财务您熟吗 熟 熟 对 很好 有财务的那些证 证 但是有经验 因为我在之前 出国之前 我当过厂长 出国之前 就是96年之前 对 那96年之前 和现在不一样 我知道 这些年您有高管的经验吗 我没有高管的经验 这就是问题呀 但是我很自信 你不是招了以后 有三个月的试期吗 如果三个月的试用期 我不能适应你的高管的位置 那行业呢 行业 我的感觉就是说 服务的行业 就是它的面比较广的行业 您现在心里面的心经期待是多少 心心期待 我不知道国内的这个高管是多少 但是在一万以上吧 大姐参与我们节目呢 我们欢迎 特别特别感谢她对我们的支持 但是你说她今天 真的是为重新回到职场 做好准备了吗 我个人觉得说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成分 那个大姐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应聘高级管理岗位 问你一线的 您在工厂里面做过 一个班组长 跟一个总监 或者一个经理 跟一个总监管的事 有什么不同 总监考虑的不同 就是说 你考虑是战略 是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 比如说 我的这个营运 营运 就比如说 我的这个对象 就是所谓的 我是一个高管 那么我的这个营运总监 生产总监 我要对他们的对象 我去管他们 我并不是管他们 我需要他们的这种技能 我是去给他们帮助 指导 怎么样最大限度 在他那个职责的范围里面 发挥他的 王大姐 其实您对这个总监 或者是主管 或者经理 这样的岗位的认知 认识他们做什么 还不太清楚 所以说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最好从一线做起 比如做服务的行业里边 做一线的主 一线一个主管 你有服务的意识 有好的心态 有些激情 但是呢 做管人的事情 或管业务的事情 可能您不太适合 我来说一个 大家熟悉的问题 就是我也在关注我们 我从 关注我们这个 节目 节目 我举一下节目的这个 看能不能 适合做一个总监 可不可以 我举三点 第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到我们这个舞台来的孩子们 他们第一 来的这个舞台 聚光灯下 第一层的压力 对吧 第二层 12位老板 第二层压力 第三层 就是老板手里面 这盏灯 你念的时候 我们孩子在这站起来 它是一个机遇 对他来说 要给他 如果是作为老板来说 要使他放松 使他自己的内心的这个 长述 就是他的特长 要充分发挥 但是 王大姐 说打断你 说打断你 第二个 稍等一下 王姐 你是我 你是我大姐 所以呢 我得对你好 但是我不得不说 您刚才说的不是管理 是什么 您刚才说的是系统的 经过了思考的 观后感 好 尹峰 来 我一下就读懂了 他的这种独立自信 和人性温暖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和大姐姐 可能他很适合的是 在企业里面 做一个知性大姐姐 这样的一个角色 人是部门的一个辅助工作 如果某一个专项的技能工作 目前可能您真的 跟现在的社会有一点距离了 好 王姐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您是想回国生活 没有 吗 不 不是 还是想在加拿大生活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或者我把这个问题 再挑明了吧 王姐 如果今天您没找到工作 您下一步的计划是 就不干了 再也不干 我也不再找工作了 就不找工作了 对对对 就回加拿 对对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就按照我自己的生活习惯 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那假设 今天有这么一份工作 就比如说像咖啡之一 这样的餐饮企业呢 他人多嘛 人缘密集型 有时候这个有点纠纷啊 矛盾啊 就是指导员 政委 政委 不错哈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比如说像学校 他们有好多学校嘛 然后每一个校区都会有 类似于像 像管这个 后勤啊 保障啊 然后说教务 那给您一个职务叫教务长 但是他真不是高层 您做吗 不做 也不做 对 如果找不到 那咱就回家 享受咱的退休生活 对对对 那您再跟我说说 您的退休生活是怎么设计的 退休生活吧 因为你想人生这么长了 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国内 对啊 我们小的时候 是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的 然后长大了以后呢 是组织给我们安排工作 然后到了丈夫 结婚了以后呢 又是家庭 对吧 他们自己想做的 比如说你的爱好 你的想做都没有做成 那么到了现在退休了 就做你自己想做 比如说 比如说 咱就不说工作这事 你有什么爱好 是这些年一直想做 没时间做的呢 看书 OK 还有什么 旅游 跳舞唱歌 唱歌 看电视 看电视 然后呢就是 自己写东西 写东西 还有吗 基本上没有了 这些都没时间做吧 过去应该是没有 过去没时间做 现在有时间做 你们都听懂了吗 你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了吗 12位 还有什么瞎举什么手 还问问题 行了 放下话筒 10万个为什么 好吗 咱们大家注意 王姐 你说 你先说 我再说 我能说吗 当然你是大姐 我就是说 因为看了我们这个栏目 看了各位老板 然后呢看了孩子们 我总觉得 哎呦 想有这种冲动 想把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企业家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没事您说 比如 可以点名 包括我 可以说 可以先点名肚子健 没事 您就说一个 没关系的 没关系 可以翻开说 举例说一件事 别说 肚子健 怎么了 我希望你更就是说 应该是 大字若遇 心怀若骨 比如说 尹峰 我希望他 就是说 更有远见一些 不要把 就是放弃了一些 人才 我觉得在这舞台上 比如说 段东 我觉得他有一次 就比较好 他和另外一个 竞争的时候 段东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你本身的价值 不在于 这个一两万 而在于 你的 今后 所以这就是一个暗示 对吧 我跟你说 王姐 特别好 下来之后 我会让我们的导演 认真的和您谈话 无论今天的结果是什么 我会让我们的导演 认真和您谈话 听听您对节目的建议 因为您是一个 奔热心一观众 奔理性思考 奔 奔有逻辑 然后特别好 王姐 但是 我们仍然要把两件事分开 这也是我同时 永远在节目里要说的事 我们每个人在得工作的时候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态度是态度 观点是观点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工作 十二位 去或者留 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会把你当作大子一样喜欢 我相信你 您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要说的 要问您 假设您找不到工作 您想去干嘛吗 因为我觉得 应该是六十 六十了 虽然这儿的灯都红了 但是我们希望您回到加拿大以后 您能够充分的利用 以后的日子 干以前 没来得及干的事 谢谢王姐 再见王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